他就是ALL IN了271萬 加入龐氏騙局全部被騙光的台大財經系女生 然後我就想說 好!那我這次就ALL IN 我們比誰大 就是我也不怕 要有這個勇氣 然後就全部都沒了 我以前還加入一個小組叫做 副業失敗的每一天 那如果讓你再重來一次 這270萬會想怎麼運用 我可能還是會試試看 漂亮!我就是要等你講這句 你不試過你怎麼知道 對!一定要賭下去啊對不對 對!今天要訪問的這一位來頭可不曉得 他就是ALL IN了271萬 加入龐氏騙局全部被騙光的台大財經系女生 歡迎! 好!當初怎麼接觸到IMB詐騙呢? 我就是Google被動收入 然後就找到了一個部落格 那個部落格就分享他在IMB好多年的這個經驗 那那個人你有找到他本人嗎? 我沒有找到他本人 但是透過業務 那個業務就把那個人他出的一個理財的書 送給我這樣子 但你應該有認識已經有回本 並且有賺錢下船了嗎? 沒有! 沒有任何一個人有回本? 群組裡面有一些人有在講 但是因為那個群組是開放性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不知道 是真是假 你是不是有改Youtube頻道名稱? 因為影片被轉出去之後啊 爆紅 然後就有經營Youtube頻道的朋友 他打電話給我說 你趕快把你的頻道改成台大財經妹被詐騙 這樣大家比較找得到你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你的那個頻道 好那我跟大家說一下他現在的頻道 完整的名稱叫做 台大財經女被詐騙 宅女退休吃喝生活 那其實你算是蠻懂SEO行銷邏輯 哦對啊 這種其實一般我們會使用在影片上面的下標題 但我第一次看到把近期的事情下載頻道名 而且因為其實你知道這件事情我是4月28號 就已經比別人晚半個月得知被詐騙 可是他們前面都沒有任何的動作 也沒有報任何新聞 所以我才覺得說背叛我的學校 我要拿出我的那個招牌出來 OK 所以才覺得說媒體會比較容易把你爆出來 因為比較有新聞點 懂了 那你那個群組裡面據你所知被騙最多的 有九千萬 九千萬 對一對老夫婦 我是聽那個IMB公司裡面內部的人說的 你說你最一開始拿出來的錢是多少 加起來是11萬 然後後來達到多少門檻才到11% 要200萬以上 200萬以上 那我跟你說這種就是另類的要你staking在裡面 對 那那時候一開始沒有覺得怪怪的嗎 嗯沒有耶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碰過虛擬貨幣 然後美金的借貸那個利率也是就是很高的 那個美金借貸是什麼 因為那個不是通常都拿來做合約而已嗎 它有點像前陣子倒台的那個ftx那個平台 嗯 就是說你那個平台裡面你可以做比特幣或各種虛擬貨幣的交易 那他沒有錢他就會跟你借錢 那個時候是幾% 高一點的話我一天可以13% 一天 什麼一天13% 對是一天喔 他就算只借我一小時也算小時算我利息 那現在還有在做這個的放貸嗎 就...就... 因為你就已經all in 所以現在就沒錢了 對 你現在到底是身上身無分文到什麼程度 今天包含就是拍攝的車錢跟車馬費 我都還是有另外給他 而且我幫他出了這個高鐵的商務場 真的太感謝了 我人生第一次 好棒喔 還有小點心 那就是我的晚餐 這就是財富自由的感覺 剛剛坐計程車我也很不要臉的 就...就下車了 沒有要付錢 不用啦 但是我也沒有表示 我就直接走掉 因為你現在的狀況就是需要人家幫助嘛 那又沒關係 所以你被詐騙270億萬以後 現在有找什麼投入嗎 今天一早立刻面試兩個工作 一個是養樂多媽媽 另外一個就是去包檳榔 我好奇你同期畢業的其他念財經系的 現在有人在包檳榔了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你念台大結果最後去包檳榔 你不會覺得家人會覺得怎麼會 還是你覺得沒差 他們會包檳榔嗎 他們被詐騙過270億萬嗎 你看他的這個動作 我覺得超像XXX的耶 那剛剛說身無分紋的部分 你等於是現在銀行沒有半點存款 然後每一個月還要去付 所謂你帶出來的是幾%4% 呃...帶出來3% 3.3% 3.多% 但是我不是全額貸款 因為我沒有工作 所以我沒有辦法貸款那麼多錢 所以之前你都沒有新轉證明嗎 沒有 這也是因或得福嗎 我帶了兩家銀行 然後加起來大概是37萬元 那其实还好 那代表你本金还有两百多万啊 所以我all in啊 我想要解释一下那个庞氏骗局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知道庞氏骗局 然后我故意去参加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我那时候看到了 网络平台上有一个影集 就在讲马多夫庞氏骗局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诈骗的 然后我钱汇出去之后 我就想起马多夫这个影集 因为我很常被诈骗 所以我有研究诈骗 你很常被诈骗 对对对 你大概平均多久被诈骗一次 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就很常被诈骗 很可见IMB不是第一次 大概是第几次 第三次 之前都是庞氏骗局 之前也都不是 其实IMB也不算是庞氏骗局 我那时候只是想说 如果IMB他们想要做坏事的话 其实是可以像庞氏骗局 那样子操作的 我才会在影片这样讲 但是因为你如果有看影集 了解庞氏骗局的话 马多夫那一个案例呢 他是前期的人都有拿回本金 后面的人就死得很惨 你是马多夫的粉丝对不对 我不是 我是我妹妹的粉丝 我妹妹为了赚钱 她就是做那个期货 然后她每次都说 哦我要破产了 然后我以为她的金额很大 然后我就想说 好那我这一次就all in 我们比谁大 就是我也不怕 要有这个勇气 就是跟妹妹对赌的概念 然后就全部都没了 那所以你妹也是财经相关的 她不是她就是要赚钱 所以她开始就是玩股票跟玩期货 结论是赚了吗 在去年跟前年 大转 这么糟的环境下大转 对因为她做空 那你怎么没有跟她一起空下去 嗯 那时候我比较保守一点 十年来都在美术馆工作 我还到上海的美术馆工作 所以我跟 你是才二十几岁吗 你讲十年 你是十五岁就在工作吗 对不起 因为我想要把我的频道名字 改成财经妹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 我不是妹我是老妹 你几岁 我想要当永远的十八岁 但是我 我三六 你三六吗 嗯 大家都以为我刚毕业 所以很多人都会 都跟我加油打气说什么 你是才经系毕业 你还有很多未来啊 你没问题的 你可以再重新站起来 那我想说 一个三十六岁的老妹 三十六岁 你原本理想中的被动收入 应该是要多少 嗯 这个是我一直很想要 告诉大家的 就是我觉得心自由了 你的财富就自由了 我以前还加入一个小组叫做 复业失败的每一天 这样子人家怎么同情你 他会觉得 对不起 这个真的 我们这边是不正常的 研究中心 不要播出去 我没有 我跟你说 那如果让你再重来一次 就270万会想怎么应用 我可能还是会 试试看 漂亮 我就是要等你讲这句 你不试过你怎么知道 对 一定要堵下去啊 对不对 对啊 对 activates 250万也就是 对糊 Grammar 3 7 4 1 4 7 6 8